大家好,这里是河水洋洋实验室 今天和大家介绍深夜食堂中囤织的做法 许多同学大概都是从日剧深夜食堂开始深入了解日本料理的 一家隐藏的闹市小巷牲畜的小店 午夜时分才开始营业 从老板到顾客,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 小店的别致之处在于 里面基本没有菜单 顾客想吃啥,就直接向老板点 之所以说基本没有 是因为小店还是有一道保留菜肴的 那就是囤织定食 所谓定食,相当于是套餐 而囤织,说白了就是加了猪肉和其他配菜的豪华加强版的味噌汤 每次聚集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短暂的桥段 老板一丝不苟地把烹制囤织的各种食材放进锅里 轻轻翻炒,最后把味噌缓缓拌入汤里 此时的囤织已经是香气扑鼻 而屏幕外的观众早已是垂鲜三尺 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深夜食堂美食深度还原系列 这一集是开篇 接下来我们会逐一还原剧中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式料理 敬请大家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并随时提出宝贵意见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介绍一下囤织中最重要的风味来源 味噌 市场上的味噌分为三大类 白味噌、中味噌和赤味噌 这个是白味噌,颜色比较浅,味道也比较清淡 这个是吃味噌,颜色比较深,味道也更加浓烈 至于中味噌,它的颜色和风味都介于二者之间 味噌的选择取决于搭配的食材和个人的偏好 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深夜食堂开始的时候用的味噌每一季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处理一下食材 把200克土豆、100克白萝卜和100克胡萝卜洗净后去皮 然后把它们切成4毫米厚的薄片 日本料理对处理食材的刀工非常讲究 按照传统的做法 这道菜的土豆和白萝卜应该切成1四分之1的圆片 而胡萝卜要切成1二分之1的圆片 确保食材大小一致 将150克黄洋葱先沿着轴向对切 然后切成5毫米厚的薄片 炒制的时候洋葱片散开就变成了洋葱丝 取50克小葱 把其中的40克切成1厘米长的小段 这些葱会跟别的蔬菜一起烹调 所以可以切得稍微大一些 把另外10克小葱细细切碎 用作最后的装饰 将100克新鲜香菇洗净擦干后 切成4毫米厚的薄片 用刀将150克豆腐切成1.5厘米见方的小块 用手把100克蒟蒻 掰成1.5厘米大小的块 把300克五花肉切成3毫米厚的薄片 新鲜的五花肉可能比较难切 可以把它稍稍冻硬之后再切 尽量不要用涮火锅的五花肉片 它们实在太薄了 烹调时间一长 口感会变得很差 取之直径28厘米的生锅 大火预热3分钟 倒入20克麻油 把切好的五花肉片倒进锅里 迅速翻炒 直至肉片全部变成灰白色 倒入前面准备好的蔬菜 除了豆腐和装饰用的小葱 加入1000克出汁 也就是日式柴鱼高汤 搅拌均匀 出汁着制作方法 见视频最后的链接 等锅内液体沸腾后 盖上锅盖 继续中火加热20分钟 时间一到 把炉灶火力降到最低 取之小的漏蓝 放入1025克棕味增 将漏蓝浸在锅里 用筷子不停搅拌 让味增渐化开 这里我们用的是棕味增 你也可以用不同比例的白味增和赤味增 搭配出自己喜欢的口味 跟其他味增汤一样 囤汁里的味增也要等到最后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放 而且放进去之后就不能再用大火加热 因为味增经过大火煮沸之后会损失很多风味 最后加入切好的豆腐 轻轻搅拌几下 让豆腐与汤汁充分接触 小火加热一分钟之后 就可以盛出来了 最后撒上切丝的小葱作为装饰就可以享用了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